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n 我們這次拍的這兩隻呢 又是... 沒錯 我們是兩隻一起開箱 我相信大家應該最近才得到的 因為他都說是2022年的 第三至第四季左右 即是出貨啦 那就是... 登! 這隻的飛準 還有... 他的朋友 寒冬戰士 其實他們的號碼是貼上的 飛準就是TMS040 然後寒冬戰士就是TMS039 但是因為呢 飛準是有一對可以打開到有40cm的翼翼在裡面 所以就令到它的尺寸跟這個完全不一樣 寒冬戰士和飛準在我心中 他們是一個... 挺... 特殊的關係 因為都是隊長 所以他們兩個才會... 連繫在一起 他們兩個其實是那個... 那些叫什麼呢 撈亂骨頭的關係 即是他們... 有很多事情是... 兩個聯合一起做 但是他們兩個黏在一起 就是爆了很多火花 寒冬戰士呢 他的盒子的視窗是這樣的 我發現他的盒子很像... 某運動牌子的一個鞋盒 又是這樣子... 藍底... 然後有一些... 白變 寒冬戰士呢... 他也是一層的 他就是... 這樣的樣子 那看上去呢... 寒冬戰士的東西... 其實... 你認識他的話呢... 你會發現他的配件很少啦 就是他那一把的機關槍 地台上面呢... 就寫著了... 是寒冬戰士加飛准的這個... 這個... 名字在那裏 那當然他下面呢... 就當然歸回... 是這個... Winter Soldier 看看他的武器先啦... 不如... 他的武器呢... 真的很少 有一把... 機關槍在那裏 那這把機關槍呢... 有幾個位置呢... 是可以動到的... 首先呢... 就是會有他下面... 這裡可以拿... 上面也可以打開... 有機關槍呢... 其實我經常都有一個... 疑惑呢... 我看這個無限之前那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心想... 他有這麼多子彈 就是... 看這套衣服... 又不覺得他有很多牌子彈... 但是... 他又只是拿著把機關槍啊... 就是... 我覺得... 有點搞笑啦... 好像那些... 槍遊戲那樣... 你那個人是有無限的子彈... 就像羅拉那樣... 無限補充這個子彈... 然後呢... 就會有一把... 小匕首啊... 這把小匕首呢... 其實... 呃... 挺厲害的... 它是那個... 這個位置呢... 刺了幾下的手呢... 是真的感覺到很痛痛的... 但是呢... 這個... 匕首... 我想只是... 為他拿著手啦... 因為我剛才看了那個身一陣... 我不覺得... 他的身是... 有位... 讓他把刀... 好啦... 我們就直接來看... 寒冬戰士的身啦... 有一半是... 失狼... 有一半是... 驚訝的... 好難堂... 真的很難堂... 他的褲呢... 是一個扯布來的... 那他的扯布呢... 就做了很多不同的扇位啦... 你看到這些打斜啦... 這些啦... 就全部做了很多的... 細節在這裡... 先說了心望... 先說完心望再說... 驚訝好像會開心一點... 那我心望的位呢... 就是他... 這隻手... 那其實我是預期他的手... 好像Iman那樣... 有一個... 合金的重量啦... 或者是... 質地在這裡... 那但是呢... 其實他只不過是... 黑色的一條... 膠綠... 然後上面就有一些... 金色的線條啦... 那這個位呢... 我坦白說到是... 就是... 我知道可能... 如果他是合金的話... 他整隻公仔呢... 應該就不太平衡... 那但是... 實物體的話... 我是真的... 我剛才這樣... 我真的有這樣的反應啦... 直至... 驚訝就是... 他這件外套呢... 他做得不錯耶... 剛才是... 他的外套呢... 其實他只有... 藍色和黑色而已... 細節... 線位呢... 其實他是做得蠻漂亮的... 就是你看到他在這裡... 斜來斜去... 很多立體感... 然後... 腰側呢... 是有另一隻... 的... 皮布在這裡... 那他是滑身啦... 那他藍色那些地方... 是比較有斜身的... 我就... 覺得... 他的外套相對上... 是做得比較... 好咯... 外套的後面呢... 他大概都是做了這些... 這些... 在這裡... 跟真佛... 我們人穿的外套... 其實是... 幾次的... 那個cutting... 和那些細節... 旁東智市的頭丁呢... 我自己覺得... 他側面是比較... 很容易的... 正面就一般... 旁東智市呢... 給我的感覺... 經常都很... 陰沉啦... 然後很多事情想... 經常未投心了... 他這個是... 做回那個... 神髓在這裡... 但是... 樣子呢... 我自己覺得... 正面真的相差一點... 旁邊看呢... 你覺得... 他的輪廓是比較... 好的... 我們先看看... 寒冬戰士的可換手... 有一隻... 是假手... 一隻真手的... 所以呢... 他的可換手... 全部... 他的... 左手... 都是這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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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右手... 就是... 真實的手... 他的手... 全部都是... 鏡面反射... 這樣... 第一對呢... 他就是... 這樣攤開的手型... 來的... 第二個手型呢... 就是這樣... 我想他應該是... 給你用來... 拿著把機關槍的... 有一點點... 拿著拳頭... 但是呢... 他中間... 是... 留空的位置... 然後... 可換手呢... 就是... 完全... 這個拳頭... 其實... 他比他的... 所以... 感覺上呢... 是... 更加... 膠... 補充多一點點... 那... 這個子彈殼呢... 其實就不是... 放在他身上的... 是... 放在機關槍上的... 那... 那... 就是... 這一邊呢... 其實他兩邊不同的... 一邊呢... 就是這樣啦... 另一邊呢... 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放在剛剛的這一邊... 你看到... 這裡有個蓋子嘛... 對不對... 然後就... 打開它... 然後呢... 你就可以... 把這個子彈殼呢... 就裝上去啦... 搞定... 他整個樣子呢... 就是這樣的... 就是... 不枉我三歲的時候... 就跟那些男同學一起玩槍的... 看完寒冬自然笑呢... 就看一下... 這個... 非准啦... 它呢... 是有... 兩層的... 嚇到我... 它的東西... 嘩... 很大帝耶... 神經病... 整個桿了... 然後那個帝呢... 有個地台... 還有一個枝架在這裡... 裡面那層呢... 就是... 非准... 都很乾淨... 其實它的配件... 你只能看到它有個... 筒啦...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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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啦... 就是這麼多... 其實都幾...乾淨... 這兩隻... FIGURE的配件... 只不過是... 它對翼... 哇...難怪... 真的... 外合相差那麼遠... 它的... 地台呢... 其實它跟... 剛才跟... 唐東戰士一樣... 都是寫了一樣的事據的... 但是它是有紅色在這裡... 它們呢... 其實是... 連我大小... 都一樣的... 但是呢... 它這個呢... 是... 重量多了... 我一拿上手就覺得... 那份顏是不同的... 我還以為自己橫角啦... 但是... 是... 真的... 不一樣啦... 它對翼呢... 是每家... 一幾塊呢... 就會有個膠袋在這裡... 那你就... 逐快逐快... 先問就它先... 對翼呢... 其實都蠻難搞的... 就是... 你... 走錯一步呢... 你真的... 就這樣玩L語... 給說明書大家看一下... 那它... 翼的部分呢... 它就是分開了... 兩部分在這裡的... 這一邊呢... 它呢... 就是想跟你說... 那隻翼可以... 呃... 屈曲的角度啦... 還有這個呢... 就是說... 那些翼可以打開到... 去什麼的... 呃... 程度... 是這樣的... 對應回去呢... 應該是... 2... 3... 4... 那1和2呢... 3和4是可以打開的... 但是2和3中間... 是... 開不了了... 現在不太敢... 弄住... 真的怕捷翼啊... 一會兒變了... 那... 我可以屈曲到它的角度就是這樣啦... 然後呢... 下面對翼的部分呢... 它都是分了幾個的... 那... 中間這裡呢... 其實真的這樣看會好一點點... 這兩塊... 呢... 它們是可以移動的... 那... 可以屈曲到不同的... 角度這樣啦... 大概呢... 大致上它... 我... 很難給大家看... 大致上它的... 形狀呢... 就是... 這樣子的樣子啦... 但是... 其實... 我自己不是很聯想到它... 對翼... 可能要組在身上會比較好一點... 我這樣拿著現在這樣屈曲呢... 我也很難想像到它那個... 角度和樣子究竟會是怎樣的... 只顧著... 想這隻翼... 忘記了跟大家說一下它裡面的... 那些... 細節的樣子... 例如樣子... 紅色的部分呢... 是比較... 順滑的... 就是什麼都沒有的... 然後... 藍色的地方... 開始呢... 就會有一些細細的... 橢圓形... 這樣的圖案... 至於銀色的部分呢... 你也看到它開頭呢... 會有一些... 藍色的... 這些細細粒圓形的圖案... 然後下面呢... 就會有一些大大的... 六邊形的圖案... 所以它這個... 也... 也... 轉變得... 挺舒服的... 但是... 我想... 這樣說吧... 我相信... 如果是... 在電影裡面... 都會說是... 那些合金的成分... 哇... 它一拖開那一刻... 真的會死了... 旁邊的人... 被它插中... 飛准出場... 那... 飛准呢... 我想說... 飛准和... 寒冬戰士呢... 這次它們都是... 無可換頭雕的... 都是跟回它原本的頭雕啦... 我看到這個演員呢... 我就想跟大家說... 多一點點題外話... 先... 他在我心目中呢... 是一個... 蠻... 蠻... 蠻帥仔的黑人... 來的... 上次呢... 黃蜂女和魏俠那條影片... 我就跟大家說過... 黃蜂女呢... 其實... 在很久之前... 我在鐵甲幹拳... 已經看過它的演出啦... 那無獨有有... 它呢... 剛巧呢... 都在鐵甲幹拳裡面... 出現過啦... 那我第一套看它的戲... 都是鐵甲幹拳... 它在那套戲裡面... 就不是飾演一個拳手... 而是... 類似... 經理人... 那些... 安排你出一些比賽... 然後就從中獲利... 收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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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甲幹拳... 它是... 2011年的作品來的... 它在鐵甲幹拳裡面... 其實都已經是... 幾大隻啦... 幾多 muscle 下的... 隔了... 大概五六七年之後... 就再拍 Marvel啦... 那麼多年之後... 它的身形呢... 依然... 都是... 那麼fit... 那麼大隻... 樣子都是... 所以我對它印象是... 挺深刻的... 飛掌呢... 它的身體的主要顏色... 都是... 紅白藍啦... 大家都知道... 飛掌是繼承了... Steven Woodgers... 去做這個... 收入任的美國隊長啦... 所以呢... 你看到它的... 身體是... 很有... 這個美國的色彩... 還有... 它胸口呢... 也有一個... 代表美國的... 猩猩在這裡的... 它的衣服呢... 和第一代隊長呢... 呢... 都... 挺相似的... 只不過... 它... 第一代隊長的衣服... 是... 暗沉一點啦... 藍色的地方比較多啦... 但在這一隻... 你看到它... 它用多了白色... 看上去... 就整隻是... 霜醒了... 基本上... 它的衣服啊... 上面的車線位啊... 用料... 其實都... 跟之前隊長的... 是十分相似的... 那... 也是多了... 上面... 白色的這些地方啦... 至於... 它的頭呢... 我覺得是做得不錯的... 它呢... 也是... 戴著了一個... 紅色的眼袖啦... 看上去... 它的做法呢... 其實是... 紅藝合那個... 挺相似的... 因為藝合都是... 有個... 紅色的眼袖在這裡啦... 那你夾著了... 這個眼袖呢... 你可以... 正面是可以看到... 它的眼睛的... 旁邊呢... 都可以看到... 它一點點的輪廓在這裡... 那這個位... 是... 真的不錯的... 那這個演員呢... 他本身都... 很... 怎麼說... 是不是... 是... 就是... 它... 它... 都... 整個樣子都是... 像它的... 至於... 飛長的配件呢... 就有... 它這部政策的... 正面呢... 是這樣的... 後面呢... 就是這樣的... 它的樣子很像... 一個... 廢章... 小字的廢章... 然後呢... 就會有... 隊長的這個... 我相信它這個... 其實... 跟... 之前隊長... 真是第一代隊長一個... 是... 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 後面呢... 一樣都是... 有個皮帶扣在這裡... 是可以... 把它打開... 然後... 放進... 那隻手裡的... 最後呢... 就會有... 飛準的... 三批可換手... 它的手呢... 是比... 寒冬戰士少少... 第一對呢... 這樣... 微微打開... 其實... 也不是明明打開... 它是打開了... 然後... 拿著一些東西的手型來的... 第二個手型呢... 就是... 開始... 有少少... 握拳頭的啦... 最後一個手型... 就是這樣... 握拳頭...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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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隻呢... 真的... 玩到我... 不斷苦娘親... 它... 先說了寒冬戰士... 其實... 我呢... 本身是... 就是... 有些希望... 或者... 以為... 它之後呢... 會說... 是... 它繼承了... 做美國隊長... 但是... 誰知道呢... 就是... 阿飛準他繼承了... 所以... 你看到那些照片... 其實... 我都有... 強硬給一個... 適合... 那... 我另外就是想說呢... 何宗戰士... 它的手臂呢... 其實我特意不屈下來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呢... 它是比較... 難去... 屈上去的... 其實它... 就是... 你只要跟著它的肌肉... 那個... 關節呢... 其實你應該是屈到的... 但是呢... 我延極呢... 我也是屈不到我最後呢... 是叫人幫我弄... 我才... 可以拍到它的照片... 另外呢... 就是... 它這隻手呢... 是可以... 這樣... 360度... 這樣... 去轉隻手的... 如果是高過180度... 它這個位已經是不好看了... 它整個肉... 整個東西突出來了... 好像個腫瘤一樣... 所以... 我的照片... 我就是... 最多它都是屈到它... 這樣... 我就停了... 這隻飛像呢... 我想說它的翼... 真的很... 難玩... 難玩到呢... 我們兩個人都不斷... 就是... 吹了汗... 整得... 一來... 它是很容易... 怕發錯了力... 所以... 我們... 很多地方都... 就著就著去... 屈... 有一件... 覺得有點洩氣... 就是明明看照片... 或者其他... 很Pro的... 開箱的玩家... 其實他們拍照其實是很漂亮的... 都想... 就是... 參考一下他們的照片... 但是... 內何真的自己屈... 都屈不到... 去... 理想的角度... 所以... 嗯... 非常漂亮... 但是... 有些... 難搞... 要花很多的心機... 時間... 耐性... 很重要... 這三點... 真的要玩Hot Toys的... 就是... 很重要的東西... 好了... 這次在兩隻寒冬自然說... 再加Bajin的Horset就拍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 comment like... shake... subscribe... 還有... 出了記得... for IJ...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Bye Bye...